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又來參加我們玟宇山 好 很有地圖 對,這就是我們前線 救援人員去的國家 我曾經來過巴布新紀樂亞 然後在中東地區去過阿富汗 又是伊拉克 然後是也門 這就是你來的 對… 你已經回來了 我最新是在廿門的幕府 3月才回來 Ryan,你1987年離開公立醫院 然後在觀塘私人執業 我知道後來也是在一些非政府的 自願機構照顧了長者 後來在甚麼情況下 你去了報無國界醫生 始終自己是外科醫生出身 所以經常覺得以外科的技巧 去幫助別人就更加直接 某程度令自己個人的滿足感 會更加大 所以2007年就決定申請無國界醫生 你當時申請無國界醫生 是否要準備甚麼事 以及那個過程是否順利 其實當時我們要經過三重的考核 面試和考核 我知道他們有些質疑我的能力 因為事實上離開公立醫院太久了 我處理急症的能力是誠意的 其實我們當時的總監 他是一個荷蘭人士 他一力就贊成給我一個機會 他就說就算賣了他不行 就做完一次就算了 你記得第一次去無國界醫生的服務 去哪裡 我相信印象應該很深刻 第一次去當然最深刻 就是利比利亞 當時利比利亞內戰結束 他們的內戰可以到2006年 即是國家重建 最後重建 所以很有趣 下飛機第一感覺 整個巨型的UN飛機 有些甚至是軍用巨型的直升機 那時候已經很緊張了 其實最深刻印象就是 儘管在首都 公家的水、電、排污 一半民眾都沒有 那你工作的地方的情況是很惡劣的 不知道是很惡劣的 那我一間產科醫院來的 我們的用點都是要自己的發電機 當然我們也…通常沒有醫生 會處理好水和排污 令到衛生環境是可以適合治療病者 但你本身是專科的外科醫生 你有一個負產科醫院做工作 是 其實這個經歷會不會… 對於醫生來說 原來也有很大的挑戰 是… 無怪醫生的項目很多時候都是… 尤其是非洲的項目 好像只有一個地方 可能十幾、二十萬人口 可能只有一個醫院 只有一個外科醫生 那你知不知道 任何地方都有機會有婦女難產 都是要懂得復服產子 所以很多時候 無各界醫生的外科醫生 都是要有這個技能的 所以如果我第一個去 通常那間醫院 就會有一個負產科醫生 要找一個外科醫生去輔助他 那我就覺得也好 第一個有沒有要跟一個負產科醫生 學了這個技能 我沒想到去過兩天後 一個婦產科醫生就放了兩星期 變成兩個星期 我就是唯一一個婦產科醫生 那就是挑戰性大了很多 你記得你第一個手術是做甚麼手術嗎 是保護產子 所以我接完第一個表現出來 就好像自己當了爸爸 是 很開心… 但有沒有很驚險的情況 始終未必是自己最擅長的手術 就是那兩個星期 竟然有一個是子宮破裂的… 這些難產至至於破裂 香港是很罕有的 因為一個好的產檢 是不應該發生的事 但那些落後的地方 很多時候是沒有產檢 很多時候是在家裡撿孕 我們稱為撿孕 她發覺有困難 到她處理得不行 她才建議她去醫院 當時的婦女 我要急症幫她做手術 我第一個手術是想幫她修補子宮 因為非洲婦女如果沒有生產能力 是可能被婦家遺棄的 所以通常我們盡量幫她修補子宮 希望保留生產能力 做完第一次手術 都繼續流血 甚至毛骨血色度跌至只有2.6 我香港是想像不到的 我曾經試過香港的病人 到5點多也救不上 但這個婦女在2.6 結果我去到最後要撤走子宮 她是康復的 這些是很刺激 很驚險的病危 你除了行醫 有這麼多驚險的記憶之外 我相信在那些地方 又有戰亂的地方 有否試過一些真是身陷險境 個人的人生有危險呢 我還未算得很直接 最接近的就是我在中非共望過的時候 我那天很早做完事 我已經走過一個市集 然後才回到宿舍 怎料回到宿舍不夠5分鐘 就聽到槍聲 我們全個團隊都要戒備 要躲起來 剛才知道 原來就是我經過那個市集 有人開張 算是比較切身一點 如果說我自己認識的同事 我認識一個菲律賓的外科犧牲 他就真的很切身 他當時在15年在郡都省 我們無閨西州醫院被美軍的戰機幫紮 他當時在所有室做手術 他甚至用天花瓣掉下來 紮住他, 要同事拉出去 那些真的很驚險 其實真是以生命在工作 有很多危險的事情 隨時在身邊發生 其實你們的精神狀態 我想都是非常需要很多體力 和精力 對, 尤其是在非洲項目 很多時候整個項目 只有我一個外科醫生 我們有一個名字叫724 意思是每週七天 每天24小時 都是只有我一個醫生 是要當值的 通常我們會連續當值六個星期以上 才可以放第一次假 我計算他的數目 連續按照1000小時以上 有否消光說最長 真的多久沒有睡過 要一個案子接一個案子去做 那是很少的 不過晚上1點多, 2點多起床 一直到天亮 的情況都試過很多次 當年在伊麗莎白醫院 打過木人行 一點也不簡單 是… 當年在伊麗莎白 我的紀錄就是一晚做了六個萬長驗 是… 每次任務, 雖然過程中有很多未知的艱辛 但回到香港之後 高醫生又會很渴望下一次任務的來臨 由2008年開始 他平均每年總有幾個月要離開香港 參與無國界醫生前線救援工作 Ryann, 你完成了第一次任務回來香港之後 有什麼感想? 之後有什麼原因驅使你繼續參與這些任務呢? 第一次任務之後 當然是滿足感很大 而且始終是一個家庭科的診所 始終那個差別很大 在外面是一條命是一條命執 尤其是婦產科 一個手座是兩條命 就是沒有了我們無國醫生 沒有了一個設施 很多人會失救 所以為何我這麼熱心於 繼續參與無國醫生就是這個原因 Ryann, 你是一個這麼資深的無國界醫生 如果讓你現在有機會 鼓勵我們香港年輕一輩的醫護人員 去參與無國界醫生 你會怎樣鼓勵他們? 我覺得是希望他們可以想起自己的初心 當然去到一個大礙 要去到自己有些犧牲、有些冒險 去幫助世界其他國外的人 我覺得始終是一個個人選擇 我覺得不需要勉強 如果自己有這種能力、有這種時間 就能夠完成自己的夢想 完成一個初心的話 亦是一件好事, 可以考慮一下 作為一位醫者, 我想你們兩位都一樣 在面對生命的時候 尤其是你去了做無國界醫生 那些地方落後 或者有這麼多不同的狀況的時候 你怎樣看生命這件事呢? 你覺得人在他面前是無能為力 還是怎樣的呢? 雖然有些人會覺得生命好像很渺小 很無奈 但要記住, 每一條生命都是珍貴的 所以不會因為環境不好 而覺得要放棄這個生命 或者不珍惜這個生命 我想問你會否不開心 失救的時候是會不開心的 但我想我們身為醫者 經常都會面對這些問題 有時候我們不開心 所以我的做法就是 你可以不開心一晚 但你不能帶到第二天 而用這個不開心的心情 會影響你繼續減肥病者 正如有Rion所說 對我們來說也是很珍貴的 我們當然要盡量能力幫助他們 但我們同時也要有醫生的專業精神 就是我們盡量要幫助病人 但是如果真的我們幫不了他的時候 也不能因為這樣影響自己的情緒 令我們幫不了其他病人 高醫生自小有個夢想 就是去貧窮落後的地方幫助人 不過在80年代因為考慮移民 所以三十多歲出來開診所 為了照顧家人 只好暫時把夢想放下 回想開診所的那段日子 每天仍仍逆逆 高醫生說自己作為一位外科醫生 在診所工作始終找不到滿足感 曾經跟他共事二十多年的診所姑娘 Apple和Joe 彼此關係很比家人那麼密切 他說以前接觸的高醫生 跟現在相比簡直是判若兩人 很安靜, 而且沒什麼說話 對, 很正經的人 很少說笑話的 對 一句起, 兩句子 其實我們在他上班之前 一進門後, 我們就會看一看 他今天心情如何呢 就看一看他的臉 而那天會不會多話說呢 跟他多話說 還是可以輕鬆一點, 還是要打仗 如果他那天的樣子很黑的話 我們就不敢說那麼多話 我覺得他在這裡不開心 他在這裡工作時, 不是太開心 起初一向都很嚴肅 一向都很嚴肅 不會說看見這個病人 這個病人會多笑一點 那個病人會少笑一點 但那些病人為何會再回來 因為他真的很用心去治癒他們 他從來沒有治癒過一個病人症 認識他的人就知道了 對, 就可以很粉絲 對, 就很信任他, 真的 表面嚴肅 但其實高醫生 內心有著一夥刺熱在人的心 在2007年申請無國界醫生 到第二年正式起行 我覺得他們倆向我很開心 我想他們了解到 我有點夢未能完成 是有很大的屈結 能夠踏出那步 我想他們倆讓我開心 我在一個私人執業的診所 但竟然可以全靠他們 放下給他們 我又很安心地走過去 所以他們倆的作用都很大 其實我們都很擔心他 他自己有時處理自己行不行 他經常這樣不行, 那樣不行 看上去 特別是理財方面 對, 理財 我們經常覺得他很混亂 他連按錢也不懂, 你想想一下 沒錯, 連按錢也不懂 有支票也不懂, 甚麼都不懂 他們都照顧我 煮東西之前也不懂, 現在才認識 對, 誰知道這件事也會過 他很聰明 現在很聰明 其實他去後, 放下診所自然 但他出去後, 我們也很開心 我們跟別人說, 我們也聰明 我醫生出去做無國界的光人 真的, 也有點囂張 我真的… 拖了他的光… 完成人生第一次無國界醫生任務 回香港之後, 大家明顯感受到他的轉變 你看到他是用光緩發的 他經常會笑 而且他去完第一次, 好像是第一次 我沒記錯, 是吧 他去了說要學法文 因為要去法語區 就可以去多些地方 對, 所以他完全變成另一個人 是很明顯, 自己知道的 因為自己希望做的事 終於做到 最重要是知道可以繼續… 心理想繼續做 感覺好像是回學十多歲 去從新學習 現在學習的過程就是成長的過程 好像五十多歲開始又成長 那是很神奇 十多年來, 高醫生每次任務 都會拍下很多照片來留念 而兩位姑娘就負責將照片 展示在診所的牆上 都會的, 會換些照片給病人看 每個人都會看, 看 每個病人都想知道他出去做的事 是怎樣的 以及接觸一些人 以及他做的工作環境 是不是真的這麼差? 是 但原來真的很差, 他出去的 他自己的環境, 好像是去洗澡 沒有熱水, 他吃的東西也很差 很多病人都很想知道 他也想跟別人分享心情 出去那邊的東西是怎樣的 直到2019年4月 高醫生立下決心 結束做了三十多年的診所 全身投入去做無國界醫生 你好… 結果是這裡了, 就是這裡了 診所、豆子 難得跟兩位拍檔敘舊 他們還去以前開診所的商場 探望一群舊街坊 這裡, 很久沒見 很久沒見 又回來, 又回來訪問你們了 對, 很久沒見 通常我出春旅程的照片 就是他們幫我拍的 對… 我有空穿著 剛好也是25歲, 連續三次都25歲 其實我想60歲 就已經全身投入無國醫生 但始終是想儲多一點錢 以防買了子女有需要 所以已經退了兩、三年了 所以他們的想法其實已經知道了 所以關鍵是自己何時下定決心 其實我還沒決定, 之前你們的地歷時 叫我, 為何你到現在都不下定心 你們都提過 當然, 如果我不做之後 他們就變成有機會 未必找到另一份商品 還有工作的問題 那裡我也有點掙扎 但始終我也要走我自己無悔的路 所以某方面來說 就變成犧牲了你們倆的事業 祝福他可以走得更遠 不希望你做得久一點 就不要有十年了 其實他也想做更久一點 以他有能力的話 我覺得他不只想做十年, 是嗎 走遠一點 走遠一點 是呀, 是呀 為了應付不同的任務 高醫生一直有自學苦科、骨科 以及矯形外科等知識 今年64歲的他 仍然是不斷溫固之身 過去十年 其實你剛才在毛國界醫生的工作 就算是結束了你的夢想 接下來的十年 會不會有些新的夢想 或者繼續的目標想達成呢 既然做了一件自己這麼開心 這麼滿足的事 就沒得完成了 對我來說是盡能識路 我希望是我自己的體能上 或者精神上有能力的話 繼續下去 因為年紀的限制 我覺得除了下手、下腳、下手之外 我又發覺了我自己有培訓 其他年輕人的外科醫生的能力 其實過去的四年 很多時候的任務過程中 我都擔任了一個培訓的職責 培訓是培訓當地年輕的外科醫生 因為很多時候在這種訓練的地方 他們是沒有了一個培訓的機會 所以我們比較資深的外科醫生 可以補充他們高級一點的知識和技巧 他們的水平是怎樣的 其實中東國家的外科醫生水平不是太低 但當然他們那些現代的科技是沒有的 但其實關於創傷的手術 其實他們下手的經驗其實很多 只要你補充一些比較進步的技巧 或者一些新的理念 尤其我來說 多數會教他們一些 創傷矯形外科的手術 而這些大部分他們都不會認識 而在這麼多戰練的地方 這些創傷叫做外科手術 對病的癒合就很重要 我知道你剛才3月才在也門完成任務回來 這次的任務 有沒有受到新冠肺炎的影響 拖延了你的工作 其實也門可能是… 捉了六年已經是戰練的地區 就不多外來的人出出入入 所以冠狀病疫情就不是很嚴重 我記得我剛才去到 11月剛才去到的時候 還有少量的患者 那時候頭三個星期 我們都要有些安全措施 例如回醫院 我們都要戴口罩、洗手 其實三個星期之後 幾乎已知已經沒有新的患者 唯一影響就是我們的物流 因為有時候冠狀病毒影響了我們… 譬如歐洲送來的物流 就有那些影響了 所以有時候有些階段 有時候我們的藥物或我們的儀器 有時候可能會有些缺失 Ryan,其實這次有機會跟你聊天 我很感動 而且也獲益良多 因為我在你身上見證一個… 醫生最初可能為了自己的生活 為了自己的家 就走一條很傳統的路 但是沒有因為這樣 而放下了我們自己的夢想 最後還成為我們一個醫學界 一個非常出名的無國界醫生 希望我也有一天 可以跟著你去參與無國界醫生的工作 我不懂得做手術 不過我可以跟著你去醫場藝炎 歡迎李嘉入 今年初我從也門木客回來 我臨走的時候也有分享給當地同事 我當年聽過德蘭修女說的一段說話 就是說我們的詩語 是應該出著於我們個人的慾望 而不是出於責任或義務 其實這件事 十多年前我理解不到的 但現在就很心心理會到 你不會考慮別人是否讚賞我 或是不需要考慮說 說頭上有否有光環 亦不需要考慮 我不會需要做好榜樣給其他人 是純粹發自內心 自己想做就想做 想做就是為我自己開心 再次回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